而非常罕见的是 自从乌克兰攻击了克里米亚后 俄罗斯要求一个负责 这个时刻 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彼此通话 这是15个月以来 双方的首长首次再度的通话 上一次是2023年3月15号 也就是根本就一年多之前 同一个时间里头 俄罗斯的副外长也提出警告 他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他说 不要低估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 保卫自身利益的意愿 很可能你们低估的话 会带来悲剧及致命的后果 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长 在6月25号的通话 这是两国罕见的一个沟通 因为对俄罗斯而言 克里米亚已经是他的领土 对乌克兰来说不是 而莫斯科在这个时刻 向美国抗议的时候 美国的说法说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 这是乌克兰自行做出的目标 跟他的决定 乌克兰现在已经展开了 入欧盟的谈判 欧盟将于6月25号开始 与乌克兰入门谈判 这将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入侵的战争中进行 欧盟向乌克兰还有莫尔多瓦 分别提交总体谈判的框架 那目的是不要让俄罗斯太觉得 我只针对乌克兰 他觉得连莫尔瓦多都一起处理 根据France24法国的电视台的记者 所做出来的分析 他认为乌克兰人对于欧洲的期望 有三方面 第一是象征性的可以加入欧盟 其实经济方面 他们希望他们加入以后 可以像波兰一样比较富裕 在加入欧盟之后 乌克兰人也期望能够得到 更好的工作跟改革 在欧盟目前为止 还认为乌克兰政府 要提升必要的反腐败的改革 劳动市场的改革 法治的强化 这都是多年来乌克兰所需要的 这也是他经济落后的原因 这也是他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 那在整个加入欧盟里头 其实这里头关系的是北约 这场战争从2022月24号开打 主要的原因就是2021年的时候 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 可是到现在为止 北约不愿意承诺让乌克兰参加 希望他能够参加欧盟 而普丁的表态是 欧盟本身是经济体 所以他没有意见 但是加入北约是军事组织 这个事情必然会爆发战争 在这个情况之下 北约本身也希望转移焦点 变成希望乌克兰先以加入欧盟为主 但是在北约的部分 他也不是完全置乌克兰于不顾 北约峰会现在不谈纳乌案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桥梁 叫做在德国成立一个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不是说要讨论北约 如何接纳乌克兰 或是乌克兰如何加入北约 而是协调欧盟各个国家 北约各个国家 如何援助乌克兰 所以某程度来讲 乌克兰当时的总统申请加入北约 而北约组织的秘书长 全面的欢迎他 拜登也欢迎他 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 打了两年多 看起来是一个落空的情况 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拜登 这是CN所报道的消息 四名美国的知情官员 透露给CNN 拜登政府正在计划解除 禁止美国国防承包商 部署到乌克兰的禁令 也就是跟伊拉克当时的状况一样 他要让美国的国防承包商 在乌克兰的境内部署维修业务 这个看法呢 第一个是说他使得乌军在战争中 可以占据上风 第二个就是美国又要在战争里头发战争财 好 好